自稱是台灣迷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長赫瑞普 最近受邀來台參加城市交流 29號拜會外交部 並在外交部長吳釗燮陪同下接受媒體聯訪 現年37歲的赫瑞普 學生時代曾來台灣實習 對台灣相當友善 去年上任後 隨即要求廢屬和北京地結姐妹式協定中 一中原則的條款 這次出席記者會 赫瑞普表示正在於北京協商中 從我的觀看 我希望北京地區 共有利益的交流與國家共有利益 這三文章是只有一邊的利益 所以我認為這並不可行 之前發生台灣駐捷大使汪中伊 出席捷克貿易工業部國際會議時 遭中國代表打壓 對方以捷克總統期慢之後 仿中行程作為要挾 迫使捷克官員微彎請汪中伊離席 赫瑞普在臉書上大力抨擊 表示無法接受捷克官方對中國白宮屈膝 除此之外 赫瑞普特別感謝台灣對捷克的投資 台灣是捷克重要的投資夥伴 根據萬媒報導 截至2017年底 台灣企業在捷克投資約340億新台幣 為當地創下1萬7千個就業機會 赫瑞普表示相較之下 中國雖然同樣承諾在捷克投資 卻沒有確實實踐 我必須認證 有很多投資投資 但是這些投資 並不確實實踐 而投資不是真正的投資 而是投資 赫瑞普表示 目前中國相關投資計畫中 有越來越多主要貿易代表消失 也發生中國官員應有賄賂行歸 在美國遭到起訴 赫瑞普強調 他不歡迎這樣的交易案與投資案